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这盘就是很厉害 昨天 前天晚上美股大跌 昨天开地走高 昨天晚上美股涨 肺半大涨 今天开高走低 所以有时候股票市场 它就是就在洗心里面 我常常讲其实有时候就是筹码 产业 心里面 大家都在交战 股票上鬼很多 就像今天早上一开盘 大家都看起来好兴奋 我赶快追股票 肺半大涨 甚至联电冲波段高 这反弹的新高 大家看起来还不错 应该是很多人很想追股票的 结果你今天早上一追的 应该是中枪的比较多 所以为什么我今天一早就发call信给我的会 我说这个盘今天量比较大 不太对 应该是要震荡要洗盘 不能乱追股票 今天只有一档股票可以追 威胜 今天一早就有什么北美的AI的新闻 车车方案助攻 威胜飙涨停 其实我跟你讲很久了 对不对 我说我有一个同学在宏达店 前阵子因为宏达店的事情 我特别来问他 对不对 他说其实宏达店不是要卖 宏达店不是要卖VR世界 宏达店有很多VR的一些新创的公司 很多人很感兴趣 做得不错 所以你说2498的宏达店也没结束 其实他没结束 对不对 2388的威胜他觉得里面更有料 不管是大陆的AI 对不对 或者车用的部分 你看今天一早的新闻这样子 就给你爆涨停 当然这边只剩下我一些少数的清代会员有 而且因为今天真的太快了 今天你说要带全部的会员去追 说真的也来不及了 这个太快了 没关系 反正我们还有另外一档 比较低档的车用AI 对不对 其实说实在的 这个盘有时候就是 长很多的你不要乱追 低档的他会轮动 他一定会轮动 就像说你说 老师要复顶今天跌一块半 对不对 广雨今天也跌 结束了吗 你认为结束了吗 他现在是好消息还没出来吧 对不对 就跟这个一样嘛 主力大鱼还在 然后吃饱货的 空单还有七千多张 你就等着吧 这些空单就等着吧 等着被修理吧 所以我说真的 做股票 有时候怎么讲 很多人会跟你讲一些 对不对 奇奇怪怪的言论 但是我秉持的原则 所以我一定要先跟你讲产业面 说这家公司有什么好的地方 对不对 他现在股价贵不贵 那再搭配一些筹码面的东西 甚至如果说真的大鱼还在的话 当然说真的你不用怕 对不对 有什么好怕 你卫生跟创意比股价就差那么多 创意一千块 跟世新比这个也一千块 所以为什么说真的 像这个我真的不太熟 你真的你要买你自己去买 说真的不太熟的东西 就算它再强我也 说真的我不太敢带会员去买 为什么 因为没有意义你知道吗 买股票你要能够买多吗 你要对它很熟吗 我问你啦 在讲具有科技的老师 他真的懂具有科技吗 每个都看新闻看报纸 真的我不太懂我也懒得去问 因为 当大家知道的时候 应该也是在100块 来到这124了 你还要再带人家去追 这种东西我是做不来 我讲白一点我做不来 因为你不懂的东西 你也不敢带会员买多 对不对 会员买不多你也赚不多 会员也赚不多 没有意义 只是单纯为了做生意而做生意 大不了你追错了就停损 卖指标软体也都是这样 对不对 那没有意义 对不对 就像说林群我真的我也不懂 我也不太熟 这个你说做什么 他也是做系统整合电脑设备销售 他也是做一些AI的什么东西 但是理论上应该不是说很高阶 毛利率都不是很高 对不对 26%的毛利率 营业利益率才3%多 对不对 反正大家就是讲到AI大家就敢追 股价又低 但是你说你要去追这种 我是没有兴趣 林群也是很老牌的公司 应该跟这个林羊有一些关系 林羊反而不动 所以真的股票市场是这样 我还是希望各位说你自己要了解一下 你买的东西是什么 不要常常看着技术面去乱追股票 对不对 你看着技术面 你看今天去追保一的 对不对 今天去追所罗门 所罗门是有转机 你去乱追今天被修理 来回差了9%吧 对不对 今天很多股票 你看这个魏华科 一下就打到跌顶 这涨很多了 对不对 一下一天就给你打跌顶 你不懂不要乱追 第一个你也不敢买多 第二个如果又套了 又要套多久 对不对 你要不要停损 所以这个至少威盛我懂 我也跟你讲过了 我也不是今天才讲威盛 这个标题至少也放四天了 三天了 对不对 所以股票是这样 当主力大户大鱼吃饱了 随便发个力多 这个就是你看今天9点多 应该是9点多了 才发个力多 车载方案助攻 拿到什么北美卡车的订单 很好笑 我一下子十分钟就拉涨停 你也很难买了 对不对 这就是最近还蛮多的 所以代表其实你说真的 最近融资有增加 那可能也有一些阻力也进来 很多时候你看融资不一定是散户 就要说很多人看合一 老师合一融资那么高 你认为这些融资是散户吗 一定是散户吗 不要傻傻的 其实股票很多面向 最主要说你要知道真正的大鱼是谁 就像说这几天 我有看一下讨论区 有人在讲陈业一 有人开始在讲陈业一 我就想这个百事不爽 股票在低档的时候 那时候我在东森介绍 我没有讲他是合一第三 反正我就讲陈业一 我说他有什么题材 对不对 这个直指的医疗 然后还有一些辐射的一个 防污染的一个东西 对不对 就是电子业未来 一个非常好用的东西 那时候三四十块 我想应该听我的话买的不多 涨到三四十块你不买你六七十块 一堆人说陈业一好帮 请便 请便 对不对 就像这个一样 最近应该也很多人在讲台新科 创历史新高 所以股票是这样 那等到这个利多出来了 对不对 等到这个利多 鸿海的利多出来了 你要追就 可能你就下不了手 为什么 因为鸿海一定会有利多的嘛 车用一定会有利多的嘛 他花那么多心力 花那么多心血 刘安伟跑来跑去 对不对 Stelentes也去签约 泰国也去跑 印尼也去跑 沙烏地阿拉伯也去跑 又找官润 对不对 以前日产的总经理嘛 对不对 那个很强的日本人 又跟日本电产合作 日本电产是什么公司 日本电产是全球做电动马达最强的 比台大电还强 日本电产对不对 然后又找蒋上益来做半导体 找了那么多人 鸿海坐不起来 不可能吧 对不对 这个绝对会比威盛更实在吧 你说鸿海坐 车子坐不起来 对不对 副顶半导体没用 广雨业绩不会成长 我不相信 只是现在 对不对 可能啦 第一个鸿海没动嘛 因为今天外资卖充嘛 鸿海本来要上去了 又被打了下来 有点可惜 但是这边都低档啦 我觉得就是 看他什么时候拉嘛 这不是我们能决定 鸿海那么大支 1386亿谁拉得动 只有政府拉得动 只有外资拉得动 对不对 不是我们这种小朋友拉得动 1300多亿的股票 对不对 你看大力光 土成永林也乖乖的好不好 对不对 他也不敢乱搞 去跟人家锁掌停 他也只能偷出一些 偷出一些 昨天他也偷出一些 他也没出干净 这种股票不是他们 这些隔日冲 撼动得了的 因为一张200万 对不对 你隔日冲一天 你要 对不对 你要去搞个 几百张来这样子 这样做价 你要多少钱 你可以拿出几十亿来吗 对不对 你一天拿出几十亿 跟外资 跟法人 对干吗 不敢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所以每当股票完的人不一样 筹码面也都不一样 有些股票很好拉 对不对 一千张两千张就拉涨停 那种小阻力就可以搞 但是有些股票 你隔日冲动不了的 小阻力也动不了的 对不对 那就要顺着趋势去走 就像你说合一 我常讲啊 对不对 有时候量多一点的时候 一万多张 对不对 几千张 说真的啦 你没有几十亿 你要再合一搞个几天 你搞不动的 对不对 所以你们也不要听什么 领便当的 然后一些网路上一堆 一张两张五张十张的 这边带风向 不是说我看不起 没有这回事 你投资合一 你投资任何股票 对不对 你要发表你的看法都OK 但是不要乱带风向 我讲的很白 对不对 连我都很尊重这个大白鲨 我说实在的嘛 对我来讲 我都很怕这支大白鲨 人家票多 人家资源多 股票是这样看的 不是什么软体指标参数 胡搞瞎搞乱搞 对不对 连联电都会被嘎到创新搞 很好笑 像说这个盘你说 老师阿今天开高走低 量又增加 它会不会拉得很深 会不会拉回怎么样 也不一定 你看到这个五日线也没破 对不对 你看这均线 这个十日线也是上扬 月线也是上扬 季线也是上扬 现在就等这个年线 有没有这条红色的年线 它现在是在下弯 等它走平 你说真正的要看大盘未来的方向 很简单 你也不用什么话 什么线有的没有 都不用 大盘 讲南天也对大盘的指数 最有帮助的是谁 就是2330台积电 对不对 你只要台积电看得懂 你只要了解台积电的未来 你看大盘就不会错太多 是不是 你想你看我 我看大盘准不准 除了说拜登普丁那些 鲍尔那些乱搞我没办法 你说正常的盘 我讲的都对不对 都对了 对不对 你真的你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你只要懂台积电 你只要抓住台积电就好了 台积电的未来你懂就好了 今天电子时报最新的 7奈米产能利用率下到40% 当到40% 然后呢 5奈米当到75% 但是3奈米是起来的 所以为什么我常讲真的 我不会跟你讲什么软体指标 什么基础什么帆多 那种小朋友都会的东西 会跟你讲什么软体指标参数的 我告诉你 都是不懂产业的 很简单 就是用 他们只会用那些片 然后又给你包装的 好像很神一样 每天股票又都不一样 每天都赚来赚去好厉害 真的会这么神吗 我看是每天被扒来扒去 光是输了会费就算了 输了软体费就算了 你还输了很多 那怎么办 你自己决定的 对不对 我常常讲你自己决定 真正的你要去 对不对 像我这样子跟你讲 台积电第一第二季 应该是不会说很好 去年就讲过了 所以你看到真的也是 产能利用率都下降 五奈米到七奈米 所以你说联电会有多好 也不会 因为都是比较过去的 这还是七奈米 还不是二八奈米 对不对 还不是二八奈米的成熟制程 但是台积电好在哪里 好在三奈米的 从两层的一个产能利用率 提升到五层 那接下来你说联发科 Google NVIDIA AMD 对不对 这些大的一些 IC设计公司 大鲨鱼 他们要做高阶的AI晶片的时候 就是Apple 还有Apple 还有Intel 就是找台积电的三奈米 一片三奈米的代工的报价多少 两万块美金 两万块美金 一片 薄薄的一片 两万块美金 五奈米一片一万多块而已 所以你说 这个起来对它的营收 会不会很有帮助 绝对嘛 所以为什么台积电 我说你不用怕的原因在这里 那当然台积电要怎么涨 也不是我们能决定 也不是我政委群决定嘛 当然 就要看外资嘛 对外资要去乱杀 就让它乱杀嘛 反正政府会互盘嘛 但是台积电有它的价值嘛 对不对 台积电长线还是好嘛 所以行情长线 对不对 应该还是不错嘛 当然你可以去买台积电 那我也告诉你嘛 对不对 台积电相关的 会比较凶嘛 你看创意就凶成那样 对不对 又从五百多涨到一千嘛 你说你错过不危胜 这档不错啦 我觉得这档更便宜嘛 又在低档嘛 对不对 然后再来这档 这档我今天还看到一份报告 那份报告法人的报告写得不错啦 它在扩产 产能是增加倍数 产能会增加倍数 因为它会用特殊的东西 这档不错 这档也不贵啦 你说产能增加一倍 营收会不会增加一倍 会啊 所以很多东西你要知道说 真的你要去找 做最好的东西 不是看什么指标参数 K线波浪 有的没有 布林通道啊 算来算去怎么算 真的啊 对不对 你说做股票 真的这样子能够赚到钱吗 很难啊 当你指标翻红的时候 对不对 涨停板就翻红 你也不一定买得到 跌停的时候翻黑 你又卖不掉 对不对 真正你就是 去找产业 这家公司做什么 它未接在哪里 有没有机会 还有没有多少肉 就像这家我也很喜欢 我今天来带一些新的清代人 特为去买这档股票 因为真的啦 这家公司真的跌得蛮惨的 从去年到今年跌得蛮惨的 但是它真的很好 它做的东西真的 这未来一定是很好的东西 一定是大成长 那你不趁着现在买 什么时候要买 对不对 你要等到业绩起来了 报纸又在讲了 你要去追 对不对 就像说 这几天要讨论区 还有人在讲 你看我有时候会偷看一下 真的很有趣 你看 还有现在在讲陈业仪 拜托 感谢 真的就感谢 对不 真的 那时候陈业仪在三四十块 没有人讲 讨论区一天没有几只猫 一天可能一两篇在讨论 对不对 就像合一版 有些酸民会酸我 我看合一这些达人说什么 在做股票 有吗 是他们都在看我的节目 对不对 很多东西都是我先讲的 是不是 大几乎都是我先讲的吧 台湾要证要拿到 谁先讲 我吧 对不对 要嘎空 谁在讲 我吧 对不对 那后来涨上去 涨到这边 每个都知道 看K线嘎空 每个都很厉害 跌到150几 170 每个屁都不敢放 只有我还在讲合一 对不对 当然这边就是 今天也说到1991 好啦 不要乱玩 对不对 你怕的你就卖 我讲南天人 你怕的你就卖 你想赌的你就赌 对不对 你想知道更多的你就来找我 就是这样而已 是不是这样 不要乱玩 那当然合一绝对是好公司 当然你说大陆过了 对不对 这边会是高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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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认为呢 我都认为当然不会 对不对 你也不用去什么划线 也不用什么参数 那些都是假的 当然不过 他当然一定会受影响 是不是 这种东西 不用去想那么多 不用去东猜西猜 你自己去决定 都是大人 就像这几天我这边 这边长一个肿起来 吃药都没有好 他昨天上网看一看 好像鼻炎癌有这个状况 我就想 算了 去大医院看 还好啦 今天去看 可能就是细菌干的 其实真的啦 有时候你要想 都要去面对 你知道吗 我常讲就是面对 你的老师天天在讲掌停板 天天都在大转 天天在讲手中没有的股票 他根本就不敢面对 他只会想骗 但是我带那么多会员 尤其我们合一那么多 对不对 合一好的时候 合一不好的时候 我真的我还是要去面对 我讲合一不是为了你们 是为了我的会员 对不对 当然啦 你说不好的时候我讲 也帮助到很多人 至少你们都没有卖在低档 对不对 你们高档你们要卖 你们要调节你们自己去 我说你要赚点价差你们自己去 我们要的是比较大的 就像说你说这次合一如果成功了 我们的钱退出来 我们赚的钱退出来 我真的我要拉很多股票很好拉的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到时候我要拉股票 可能 对不对 会很凶很凶 股票就是这样嘛 好公司你没有人拉他也不会涨 对不对 小南京一点 新的主力厉害啊 进来在这边进来 在这边进来 对不对 拉得更凶 这好公司 但是我都带你布局在低档 对不对 所以就是这样啦 现在就亮缩了啦 那你慢慢的 应该都快了啦 这应该都快了啦 那你害怕的你就卖嘛 想赌的就赌嘛 你想知道更多的欢迎来找我 好不好 自己不要乱做啦 都要去面对啦 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啦 其实有时候人生就是一个赌博啦 常常人生就是一个赌博 找工作也是赌博 结婚也是赌博 对不对 做股票也是赌博 当然你可以用投资的方法 但是你要投资对的 对不对 但是你说生计股 你说药症会不会过 当然 没有人敢打包票啦 对不对 没有人敢打包票 对不对 那当然你有一些蛛丝马鸡 你可以去判断 就是这样而已 你知道更多的资讯 你至少你心里会比较安稳一点 你的操作或者你的应对 你会比较有方法 对不对 过了当然 happy hour 没过呢 对不对 至少你还有应对的方法 我常讲就是这样 没有说绝对 但是 你自己要去抉择 自己要去抉择 好不好 那你想了解何一的 有兴趣的 都欢迎你加入我的行业 也祝福何一 也祝福各位 我们明天再会 拜拜 本投顾公司于所推荐 分析之个股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赐付投资风险 您好 都喜欢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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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